与球市竞赛 今天他在首战意外陷入苦战 面对世界排名第50的英国比尔切 C-Challoy Bird 缠斗三局后险胜 挺进16强 下一场张贝文将对面球后代资影 张贝文此战首局以13.21分输球 之后他连追二局 以21.18分 21.15分逆转获胜 张贝文赛号表示 对手实力不强 一应该是他准备不够充分 虽然代表美国 但张贝文很难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柱 因此向网友们募资 才能参加世进赛 张贝文坦言 这次比赛他是靠募资来参赛 有一定的压力 打好每一场球 打好每一个球 他指出 我的压力就是自己出比赛的钱 其实我没有月薪 我全部的钱都出缺比赛 张贝文下场对手就是戴资影 双方声咬五次交手 张贝文一二胜三败 赛居于下风 近期则是对战二连败